有好多人说蒸面包太费时间了 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蒸出来的面包一样蓬松轩 还拉丝 还可以一片一片的丝着吃 看想不想吃啊 300克面粉中打入3克鸡蛋 放入3克酵母 30克白糖 30克纯牛奶 搅成面絮 再加20克玉米油 揉成面团 移在案板上像搓衣服一样上下推拉 揉出手套膜 整理成圆形 盖上保鲜膜 放在温水锅里 醒发至两倍大 醒好的面全是蜂窝状 揉面排气 分成8个等份的面积 模具底部和边缘刷油 依次摆入面包生胚 然后盖上保鲜膜 放在30度左右的温水锅里 醒发至两倍大 40分钟左右 醒发到不止原来的两倍大 然后刷上蛋黄叶 撒上黑芝麻 盖上保鲜膜 水开即时蒸40分钟 焖5分钟 大面包就蒸好了 特别的蓬松暄软 想吃面包又觉得费事的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可以节省将近一半的时间 蒸出来的面包一样柔软拉丝 面包你别总去外边买着吃了 像我这样在家用盆蒸老好吃了 如果说认真看完视频你学不费 那我就带着材料 开着飞机去你家手把手交费你为止 好看的铁盆中 加入三颗正经一点的鸡蛋 加入三颗的酵母粉 50克的白糖 用我媳妇吃饭的筷子搅匀搅散 加入250克的普通面粉 用我勤劳的左手搅成棉絮状 加入10克的食用油 揉成一个可爱的面团 再用我媳妇的左手反复揉拉20分钟 揉出手套膜 整理成圆形 放入盆中 盖上保鲜膜密封醒发至两倍的 放在案板上揉面排气 分成12个等份的小面剂 取一个面剂擀成牛舌状 放入葡萄杆 然后从一头卷起 再次擀成牛舌状 从一头卷起 好看的铁盆底面和侧面都刷上一层食用油 一次的摆上面包皮 盖上保鲜膜 再次醒发至两倍的 醒发好后刷上一层蛋黄液 撒上200粒黑黑的白芝麻 盖上保鲜膜 蒸锅水开开始计时 蒸40分钟 关火再焖5分钟出锅 面包你就像我这样再加做 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手机有电的男神女神双击关注 我的配方将永远为你保留